为了欢迎2016年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美家团 巡回到西雅图站 国际领袖基金会会长吴小燕特别筹备欢迎参会 并邀请西雅图主流贵宾与这群热血积极的台湾青年大使相互交流 那么青年大使展现活力与自信 也获得与会人士的大力赞扬 国际领袖基金会西雅图分会会长吴小燕 亲自在门口迎接这群来自台湾的国际青年大使 结束在温哥华第一场演出后 国际青年大使美家团接着到西雅图 受到当地侨舍热情欢迎 吴小燕会长为他们筹办盛大的欢迎宴 并邀请华盛顿副州长布莱德欧文 华盛顿州众议员金信基 华州妙龄小姐Vivian Dell 以及侨务咨询委员周焦亮 侨务顾问张良芝 侨务促进委员王眷珠等多位侨领预会 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有这个荣幸能够招待他们欢迎他们 他是我们我们中华民国未来的精英 有了他们我们中华民国就有了前途 看到他们我真是太高兴了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希望他们的前途无量 也谢谢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这些年轻的人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为了宣介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对人道援助 公益慈善和永续发展的贡献 外交部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 今年以活力世代友善台湾为主轴 集结这群多才多艺的台湾年轻人 到海外巡演展现宝岛的文化魅力 青年大使也不负众望 所到之处都以亲切的笑容 以及出众的语言能力 获得国际友人与侨胞相亲的赏识 我们在台湾有接受了六周的培训 现在正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 我们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展开了我们第一场演出 现在到了西雅图 之后还会到纽约跟智利 我们希望可以把台湾青年的活力 还有正能量散步到世界各地 让台湾的美好让世界看到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 我们团员有各种的专长 包括舞蹈 音乐 以及外语宣剑 那还有扯铃啊 金剧专长的同学 在我们90分钟的大表演中 都会有非常完整的呈现 驻下图办事处长金星 以及美国主流贵宾纷纷致辞 祝福青年大使这趟演出顺利 也希望他们在巡回过程中 能深刻体验美国融合多元种族的文化 并与国际人士互动交流 国际青年大使团团长秦日欣 感谢办事处与侨介热情的接待与支持 稍后大家也在吴小燕会长 招呼下一边欣赏别墅外的明媚风光 一边享用丰盛又可口的餐点 台湾宏观电视王玉凤 美国下图采访报导